时光亲钱,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看不见隐形家务,就是看不见女性 作者,玛丽奥,让我们一起来听 最近一个热帖在外网流传问的是 有哪些让你一瞬间超级想分手的小事情 回复无法发门,都是日常小事 但每一件都让人气出节节 尤其让女性感同身受 比如打开柜门,发现用过的花生酱 没盖上盖子 上面还插着一个叉子 要换洗的脏衣服扔满一地 唯独不放在脏衣筐里 没吃完的面包,包装口永远是敞开的 不会被封存或放进冰箱里 就那么暴露在空气中发酵 特意不收拾对象的床头柜 两周以后,上面有四个喝完的可乐罐 散落的盘子,杯子,叉子和碗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杂物 如果你对这一切都无感 没印象,没被困扰 那证明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日常生活中,有无数这样的隐形家务 伴随着飙升的血压被默默解决了 大多数时候,她们被归为女性的工作 时代狂飙向前,黑科技层出不穷 女性的话语权和存在感提高了 但一些深藏在日常的 本该缓解女性困局的似乎依然无解 很多家务无法被取代和易守 因为她们首先得被看见 不管她们是真的难以被发现 还是有人在选择性眼瞎 隐形的家务,无限延伸的黑洞 长久以来,隐形家务一直难以被具象化 而被当成庸俗的不值一提的日常 无数家庭主妇会在茶余饭后抱怨 哪怕全街人都已经吃饱喝足,屋子整洁 他们还是无法获得片刻的休息 像随身携带扫雷仪 总能精准发现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家务 一直到2020年 日本出版了一本叫《无名家事图鉴的书》 作者梅田乌斯在书中列举了从早到晚 需要做的众多无名家务 比如,将晒干的保鲜盒容器和盖子 组合重新归位 定期清洗拍水口的粘液和头发 洗衣篮里只剩一只袜子时 四处去寻找另一只 开启扫地机器人之前 得先把地板上的杂物收拾一遍 梅田乌斯 给这些家务起了个名 附上家务时的所需时间和心繁殖数 发现全部做完,一天就差不多结束了 做家务的人要崩溃了 他认为,这些琐碎的活儿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是会无限增值地轮回地狱 至此,数不清的隐形家务终于有了名讳 但做的人依然没有尊严 他们就像无数社畜 在工作中被塞入的小型的 但不计薪酬的工作量 是一些你做了老板也不会知道 但如果不做会影响整体工作的活儿 你只能被迫缝缝缝补补 因为每一个小小的工作量 都只是齿轮上的一环 他们过于雷同且器械 很难被看见和记住 一部分隐形家务或许还容易被察觉 但还有一部分家务藏在更深处 比如手机上的隐形劳动 在今天,高新科技和互联网 让我们更自由地安排日常家务 一切日常所需似乎都可以细于手机 但这不仅没让家务减少 反而更加细密地嵌入了生活里 很多女性发现 自己的手机装上了很多家务性软件 有些天然与家务挂钩 有些慢慢演变成了家务的一部分 首先,各种购物APP占了大头 家庭生活用品需要定期更换和补充 日常消耗品不会自动涨出来 所以女性手机上的购物车里 总是在囤一些家里的大大小小东西 比如家里有谁的衣服明显少 总得寻思着去网上平台 把之前架了购物车 最近才等到降价的给买下来 与上双11或618这种大型消费节 还得负责货币三家 凑最大的折扣和满减 这放在一个公司里大概叫采购 但在家庭中往往是必要但无常的劳动 对于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的人 在买菜APP上的构思菜谱 搭配菜式、比价 也是每天难以逃避的家务 一些人还会加入附近小区的各种团购群 手机每天滴滴地响个不停 就为了给家庭省下几块钱 各种智能家具的APP也占满了一整瓶 比如一些扫地机器人的使用 需要在APP上建模 设置不同的清洁模式 清洁业没了或机器出现故障 得在APP上翻阅说明书找解决方案 此外电气坏了 需要在维修APP上预约师傅 沟通繁琐的细节 孩子要报网课或兴趣班 需要在各种育儿APP上做调研 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几家日来临前需要在出行APP上预订车票和酒店 做好旅行路线 正如学者霍克·希尔德写的一本书 职场妈妈不下班 里面提出了第二轮班的概念 女性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又匆匆开始了次日的工作 尽管她们感到彼此平等 但第二轮班的负担还是主要落在了卡罗身上 正是一个在她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之外的社会体系 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社会支持 间接地维持着她和她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 这些看不见的琐事更为隐蔽 更能禁锢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 巨大的过于便捷的网络系统 意味着一个更庞大的家务系统 它可以无限延伸 就像一个无人能勘探尽头的黑洞 吸走了无数具体的人 现代版田螺姑娘 隐没在数字化家务里 隐形家务常常属于家里那个认不下去的人 通常也是女人 她可能是唠唠叨叨的妈妈 突然爆炸的妻子 总是奔走在家人不在意的角落 为一切不拘小节买单 收拾日常生活的残局 还可能被他人误解为有洁癖 喜怒无常 他们是对家庭中计较干了事物最了解的人 也是最担忧老公和孩子 因为不懂家务而无法生活的人 在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 豹子女士要回娘家探望家人 临走前坠坠不安 依依交代怎么做饭 煤饼熄灭了怎么解决 马桶堵了要怎么办 活向民间传说里 临出门前给丈夫脖子挂上大饼 怕丈夫饿死的那位妻子 但为什么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 家务载体已经发生重大革新的当下 承担手机上隐形家务的人 仍然是女性 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宋美杰教授 与学生姓与方曾以此为一体 撰写了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 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 他们发现在访谈的13个家庭中 不仅家校线上沟通 线上买菜等传统家务的数字化的 主要承担者是女性 一些新智能家居设备的接入者 与使用者也是女性 这与数字技术生来带男性气质的 客帆印象不同 论文中分析了几点原因 首先我国的传统性别观念 导致数字化家务 仍然被看作家务的一部分 是女性的任务 其次技术的设计宣传和使用 被赋予性别倾向 很多产品被定为 女性量身打造的妇女帮手 或是男性花钱送给太太或妈妈的礼物 这不失为一种关于现代女性的悲哀 她们与男性的知识和能力相当 对新科技了如指掌 懂得学习用更科学便捷的手段来解决家务 但正因如此 也刚好掉进了当代广告商 和传统观念设置的两重圈套 甚至被策划成一种可供炫耀的资本 只要入手了这些 你就是坐在最前端 对生活更有掌控感的新时代女性 再者 新技术导致家务被重新分工 一些在传统意义上归为男性负责的家庭工作 如家庭设备清洁 维护修理和更换 这类对体力与技术要求较高的劳动 也可能由于家政平台的引入而转移给女性 老年群体对新设备的排斥 也导致原本有家长 承担的家务项目转移给家中的年轻女性 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女性的家中有洗碗机 扫地机器人等一应俱全的智能家电 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甩掉家务 活得轻松 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她们甚至很难在高科技产品面前获得彻底的瓶颈 即便知道洗衣机再洗衣服 洗碗机再洗碗 神经还是会悬疑那些机器之上 耳朵竖起来 直到听到机器发出工作结束的铃声 因为衣服要亮起来 碗得取出来 一旦她们工作不利或发生故障 田螺姑娘依然会是首先被问询的人 也是兜底的人 可见家务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程度 人工智能技术与看不见的家务合谋 塑造出了数字时代的新田螺姑娘 她们付出了更多的隐形劳动和情绪劳动 却还可能被家人误认为在玩手机 正如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所言 即使是在这个超级理性的世界里 在这个日益受到超级公正的超级计算机主导的时代里 女性很大程度上仍是被波弗瓦所说的第二性 而且和过去一样 依然有沦为男性从属类型的危险 所以诸如某产品解放女性的叙事 大多是一种当代语境中的陷阱 尽管会科技遍地开花 但数字化家务也在给女性带来新的负担 如果这些隐形家务一直被无视 女性的困境很难得到疏解 家庭空间从来不会因为多买一个产品 而更加其乐融融 爱本身可以让人不计鸡毛蒜皮 但日积月累的鸡毛蒜皮 一定会消耗爱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是否对你有所帮助呢 欢迎您在评论区的留言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